壮语从句嘛 顾名思义 就是整个从句在主句里面充当壮语这个角色 就叫壮语从句 那一个动作它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壮语 比如说时间啊 比如地点啊 比如原因 条件 结果 让步等等啊 那这些部分如果以从句呈现的话 都算作壮语从句 比如说啊 时间壮语从句 我们可以说 When I was six I went to school 这个When I was six 就是一个时间壮语从句嘛 也可以是条件 壮语从句啊 比如 If A做了B 然后C就做了D 对吧 这是一个A做B这个事 是C做D的一个条件 那也可以是原因 壮语从句 就是because A做了B 然后C做了D 这叫原因 壮语从句 你也可以是一个 让步壮语从句 比如 although 比如说转折嘛 A做了B 然后C做了D 还有一些 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啊 壮语从句呢 实际上跟壮语的属性是一样的 壮语呢 可以放在句首 句中跟句末 那壮语从句自然也可以放在句首 句中和句末 注意啊 虽然说我们是从句啊 但是从句本身并不会改变这个成分任何的性质 也就是说 如果你壮语从句 它就会满足所有壮语的性质 比如壮语的位置啊 壮语讲什么意思啊 都可以来承担 定语从句 就是所有定语的性质都满足 主语从句 宾语从句也一样 所有的主语跟宾语的性质也都会满足 只说它呈现壮语 主语定语的方式不再是介绍短语了 不再是不定式了 而是一个从句 仅此而已啊 所以不要因为它是从句 就认为它会有什么性质的改变 壮语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对 仅此而已